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妈妈Persilla 作为妈妈,当然希望小朋友可以多吃蔬菜水果 所以今天我会和大家介绍10款适合幼儿的蔬果小食 平时你会提供什么小食给小朋友吃的? 欢迎你和我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你给个like我 和请你订阅营养师妈妈频道 我是逢星期四六都会上载新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健康食物和零至三的营养 第一款介绍给大家就是蔬菜条 可以用鹰嘴豆酱或乳酪去拌食 外国的小朋友从小到大都很习惯吃蔬菜条 作为小食 在宝宝开始吃固体食物的时候 其实已经可以让他们用手拿着蔬菜条去吃 开始的时候可以蒸淋一些蔬菜条 像红萝卜条、菜心条 一碎之后 也可以加入鹰嘴豆酱、hummus 让宝宝点一些hummus 之前我和大家介绍过鹰嘴豆和鹰嘴豆酱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鹰嘴豆可以提供丰富的蛋白质、纤维和铁质 第二个介绍的健康蔬菜小食就是粟米段 很多家长都会担心小朋友吃粟米的时候 嘴咀不够 就引致消化不了 所以我特别推介用粟米段给小朋友吃 让他们自己可以在粟米段咬 粟米粒出来就不用担心 就是咬不破 粟米有热黄素、玉米黄素 对眼睛的健康非常好 第三个要推介的健康蔬菜小食就是番薯 可以是烤、蒸、烧也可以 甜甜的小朋友都会喜欢的 洗干净表皮层 其实番薯皮也是可以吃的 黄肉番薯提供胡萝卜素 对免疫力皮肤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至于紫芯番薯里面的抗氧化剂 花青素是对眼睛健康有好处 从小到大培养小朋友吃 一些抗氧化物质对长远的健康也有好处 介绍的水果小食就是牛油果多士 可以将牛油果切片或做成牛油果酱 跟面包一起吃 牛油果提供丰富健康的脂肪 对需要增重的小朋友来说 可以提供一些健康的热量 第五款加入水果的健康饱套小食 就是香蕉花生酱三文治 这款三文治在外国的小朋友来说 都挺受欢迎的 我曾经介绍过花生酱 是一种健康用来搽面包的酱 花生酱可以提供一些健康脂肪 配合香蕉给一些好冻的小朋友 都可以提供到额外的能量 再介绍一款用蔬菜或水果做的三文治 蔬果芝士三文治 大家可以用茅屋芝士 上面可以放蔬菜 像甜椒、赤梨茄或牛油果 给小朋友多一个健康三文治的选择 下一个健康小食就是杂果杯 不同的水果也有不同的营养 最好从小培养小朋友吃不同种类的生果 另一种吃水果的方法就是鲜果乳酪巴菲 这个巴菲的做法就是将不同的食材层层叠 除了卖相吸引之外 还可以提供到乳酪的营养 乳酪提供牛奶的营养和钙质 也有助小朋友骨骼健康 下一个水果小食就是鲜果奇亚子布丁 奇亚子布丁非常容易做的 将两汤匙的奇亚子放入半杯牛奶或杏仁奶 放入冰箱最少两个小时就可以拿出来吃 奇亚子可以将饮品凝固成布丁 亦可以提供额外的营养 像纤维和奥米加三脂肪酸 最后一款大人和小朋友都会喜欢的就是乳酪雪条 到了夏天的时候 小朋友很多时候都会想吃雪糕 其实大家可以自制一些健康的乳酪雪条 可以用一些低糖乳酪 加入自己喜欢的水果 好像芒果、士多啤梨 再用搅拌机打烂 放入雪条帽子就可以了 今天分享的部分小食的食谱都会放入PATREON 如果可以的话都请大家支持营养师妈妈的PATREON 你们的小朋友喜欢吃什么蔬菜水果 欢迎你们也跟我分享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